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魔术主场险胜骑士,收捷武器为其中投得手,阿龙哥登连得5分,之后阿旺都和哥登各自得分,杰莫特伦斯罗斯3分命中,魔术30比21结束第一节,第二节克拉克森临续3分的手之后, 又快攻得分,杰哥登得分回应,罗斯和格兰特个进跳投,最后2分中武器为其连得6分,魔术58比47领先结束上半场,一边在战后胡得罚球之后又进中投,特里斯坦汤普森连续篮下得手,奥斯曼快攻得分之后又有3分,骑士追平比分,之后乔治希尔中投加3分,骑士完成反超, 杰莫克拉克森完成3加1,骑士78比70结束第三节,第四节赛克斯顿也进3分,骑士领先了9分,但罗斯连续中投,西蒙斯炮投,格兰特后撤步,傅尼耶3分之后,最后4分中双方再次打平,傅尼耶再次3分球,调至希尔连续中投得手之后又进3分, 唐普森勾手得分,格兰3分回应,最后42.2秒G20密茨关键敲通命中,71比95领先,格兰布兰得手,之后奥古斯坚抢断之后两把拳中,傅尼耶也完成抢断,并造成投篮犯规,但两把紧一中,最后13秒双方打平,最后10克 5千为奇大孟希尔,魔术最后1.8秒傅尼耶压烧中投得手,压烧绝杀骑士,全场比赛乔治希尔12投10中,得到22分6助攻次抢断,赤里斯坦汤普39分16,篮板,奥斯曼17投5中,得到11分是篮板,胡的11分,提布德克拉克314分,JR史密斯14分,魔术这边哥登23分9篮板, 傅尼耶15分,武剑维提14分是篮板,克伦斯罗斯15分,乔纳森西毛斯11分